那我现在呢就是改用 改用视讯会议的话 那我就 有一些东西我就直接贴在这个即时通讯里面 OK 那就请大家 尽量先加进来 那请先加入我们的视讯会议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上课 OK 那今天上课请各位先做这个动作 请各位先做git pool origin master 请先在AI的资料夹里面 你已经clone过的话就做这个动作 好 那因为我们东西有更新 好那目前看到有 5位同学进来 OK 好那这门课 应该没有 很多人但是应该不止这些人 所以像那个 张家元好像还没看到 在这边有写到但是 没进来 那这下就破功了 那这下就破功了 有另外一些同学 可能他有 有写到但是没进来 这下改了工具就发现有问题 OK OK OK好那现在进来的人比较多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 那上礼拜我们是 讲科学计算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 已经把科学计算的部分 讲了一半 那这这礼拜就是把后半 先讲完 那上礼拜应该是讲到 复利液转换 那 各位可能对这个领域 会觉得很陌生 但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领域 复利液转换 那它是 对于影像处理啊 信号处理 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Iteration 这个东西叫做迭代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迭代法 OK 那在这里我有一些网址 不过我其实都已经写在这里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贴给大家 各位一边 搭配这个 这个教材一边看 好 那迭代法到底是 什么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迭代法 那我这边其实 软体工程与演算法里面有一个演算法就是迭代法 那在这边我们科学计算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这边 有一些资料我还没放到最新的 GitHub上 所以你看我这里 OK OK 好 那我们迭代法通常是要想求 S等于FS的几 那一定有同学有疑问 那不能S平方等于FS吗 那你只要修改一下 他就可以变成S等FS 那这重点一定要划成这种形式 你才可以 使用迭代法 所以不管原本的F是 就是原本的函数是什么 你最后一定要把它划成 S等FS的形式 你才可以用迭代法 那一旦你划成这样的形式之后 你就可以说 我随便选取一个起点 OK 然后呢 我说 S1等FS0 S2等FS1 一直做到SN等FS-1 那只要 这个东西做多次一点 那他通常就会收敛 那也有可能发散 发散的话就是 你的迭代法就失败 那如果收敛的话呢 你就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S等FS的解 对不对 因为SN跟SN-1一样的话 那就代表 一旦收敛了 也就是SN等FS-1 就是SN等SN-1 那这就代表什么呢 这就代表 就代表 收敛了 已经 一旦收敛了 这就代表说 这就代表说 S SN等于FSN 因为SN等于SN-1 那所以SN就 根据这一条 就是SN就等于FSN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说 SN等于FSN 所以我们就输出结果 所以我们就输出结果 那这样的方式就称为迭代法 那各位可能对这个迭代法会有一些疑问 说 这样就可以迭代吗 那我们 马上来看一个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我之前用 用 JavaScript写的迭代函数 那现在我们马上把它改成Python 试试看 我马上改成Python 这边叫做 这叫做Iteration 这叫Iteration 然后呢因为 JavaScript语法跟Python语法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稍微 把这个 这个修改一下 我DF F1 它呢 是 Return 3除以S 那我DF F2 它呢 我们也可以用Lambda 对但是JavaScript Python用Lambda怕大家看不懂 所以Lambda也就是Python的匿名函数 我们这里有三个F 这都是 我们的迭代式 然后呢 我现在呢说 OK 这三个都等1 然后我forI InRange 20 然后呢我说 S1等于FS1 S2等于FS2 F2S2 S3等于F3S3 然后Python是用Print 那小心这里就是 Python要4个 OK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S1 S2 S3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迭代的结果 一开始起点都是1 那我们把它迭代 执行 那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其实都是在求解 3的平方根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求出来之后呢 第一种情况是在E3之间震荡 连续在E3震荡 所以它不会狩猎 第二种情况是很快的大概就在这里 1.732就是收链 这就是3的平方根 第三种情况更快收链 第2 第3次就已经收到1.732 所以这三个迭代式 是 用S等于FS 这三个迭代式 通通都可以计算 平方根 但是第1种呢 以这个Case 它不会收链 第2种 第3种都会收链 但是速度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 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 的迭代层次 可以用来计算平方根 3的平方根 可以用来计算平方根 对 好 ok 那你可以参考我们的 这个 这个文章 再参考我们的文章 ok 好 那它里面有详细解说 这是在干嘛 那基本上每一个 式子 都是用迭代的方式处理的 那就是在计算 3的平方根 第一个式子是长这样 s等于3除以s 那意思就是什么 把s移向就s平方等于3 所以这是在计算3的平方根 第二个式子是s等于s 是减4分之1s平方减3 那这个 你稍微移向一下 你就会知道它也是在计算3的平方根 为什么 因为这个s跟这个s消掉 那这个剩 负4分之1乘以这个等于0 等于0的话 这负4分之1可以拿掉 也就是说s平方减3等于0 所以 这个迭代式 第二个迭代式 其实也是在算3的平方根 那第三个迭代式呢 它也是在算3个平方根 我们看一下 首先把这个拆开 变成1分之1s 加上2s分之3 那这个移向之后 2分之1s等于2s分之3 那把它再移向 就是相乘 那就会得到s平方的3的结果 所以这里 3组通通都是在算3的平方根 OK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个迭代式 已经做出来了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用三个不同的公式 分别去算3的平方根 那每一个都写成 s等fs的迭代式的形式 好 那我们这个我把它推回去 好 那我们这样推回去之后 就得到了刚刚的程式码已经上传了 那你可以重新再抓一次 从这里 你再重新整理一下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Iteration点拍 所以请你重新做Git Pool 如果你可以拉进刚刚我的这个程式 你可以执行一下看看 看了不了解这种迭代法到底在干嘛 那如果是上学期有学演算法的同学 这一段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所以 你就 把这个更新过的python程式再执行一次看看 那如果没有学过演算法的同学可能要 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 那各位先试一下 然后你一样回应给我 告诉我说 可以的话 就是Iteration点拍 可以执行 那如果 你的 你如果可以执行就回复可以执行 可以理解就回复可以理解 OK 那大致上就是 就是你试试看 要先做 先做Git Pool Regimest 好 那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基本上 它就是 只要你能够把 任何的运算式写成S等于Fs的形式 你就可以跑迭代去试试看 那结果有几种可能 一种是收敛 一种是发散 再来一种是 震荡 还有另外一种是混沌 所以基本上大概它的可能性有这四种 不收散 不收散的话 不收散的话 应该说迭代的结果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是收散 这是我们希望的情形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Sn Sn等于Fsn 这样就是收散 第二种是发散 就是Sn 就跑到 跑到无限大了 跑到无限大 第三种呢 是震荡 震荡就是Sn 就等于 Fsn-1 然后呢 有可能经过一连串之后 然后或许是 Sn-1 又等于 Fsn 类似这样 这样的话就代表它在震荡 而且这两点 而且Sn和Sn-1不一样 如果这两个不一样的话 那就代表它震荡 而且差距有点大 差距很小 就非常接近的话就算收散 但是如果差距很大的话 就没收散 那另外一种是混沌 混沌的状况就是说 既不收散 也不发散 又不震荡 但是它只在一个区域 跑 只在有限范围内跑 这种状况就称为混沌 既不收散 也不发散 又不震荡 但是只在有限范围内游走 那这个我们上次有看过 我们上次看Caos的时候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什么叫做混沌 我们看一下这个罗伦之方程式 我们看罗伦之方程式 你会看到这个罗伦之方程式 它其实就是一个混沌的情况 它在这个空间里面 既不收敛 也不发散 又不震荡 但是它永远走一条 没人走过的路 但是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一直这样子 一直走下去 那这我们就称为混沌的状态 所以迭代法有可能会有这些种可能性的结果 那目前可以看到 有三位同学写可以执行 那能理解吗 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吗 那到底迭代法是怎么回事 既然我们现在是视讯会议的话 我就可以点个同学来讲解一下 可以再令孙能理解 很好 那不点它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勇敢 这个可以理解很好 那其他同学我来找一个来点 来请他回答一下好了 好吧 那我找张仲恩在吗 请回答一下 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我们来 你可以理解刚刚我们的那个程式在做迭代法在干嘛吗 不太懂 好 那 不太懂是指哪里不太懂呢 这就是我了解的地 我的疑问的地方 对 你说不懂的意思是 那些迭代式大概是怎么产生的 好 ok 很好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 稍微解说一下这个问题 好 这些迭代式是怎么产生的 好 我们刚刚是想要 刚刚的那个程式想要 求什么呢 我们想要求的是 好 例如 好 范例 好 范例说 我们想要求的是 我们想要找出一种迭代式是s等于fx 好 那现在我们想要 呃 想要求的是s平方 s乘以s等于3 好 那我怎么把这个东西转换成f s等于fx呢 好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s等于3除以s 这个式子到这个式子 也就是我只不过把s移到对岸 移到对岸之后就变除了 因为这边是乘 移到对岸就变除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s等于3除以s 这样就是一个迭代式 所以我就可以改成这样的形式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 然后改成迭代式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想法 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种改迭代式的方式 那你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改迭代式 对不对 我现在s平方等于3 那我如果呢 两边都减 两边都减一个s 那就是说s平方 3-s就是等于3-s 对吧 等于3-s 那我现在说s 那s是什么呢 s就会变成是 我们这里把它提出来变成s s乘以s加-1 然后就等于3-s 这样就另外一种改法 等一下我们刚刚改成迭代式 第一种改法是这样s等于3除以s 这是第一种 那我如果用第二种 我们也可以类似这样 ok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s再移 s就不要移向过去 把s-1移向过去 那我就得到s等于3-s 除以s-1 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 我们要算s平方等于3的迭代式 对吧 所以你的迭代式可以乱做 只要最后你可以把全部的 s放在左边 剩下的全部放在右边 这样你就可以乱造出一些迭代式 ok 好 那刚刚的那些迭代式 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所以刚刚的迭代式 里面有哪些呢 刚刚的这个 迭代式里面 我们的这几个迭代式 都是这样做 类似这样创造出来的 举个例子 类似这样 那所以我们刚刚的迭代式 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来 刚刚的第一种就是这个 s等于3-s 这是第一种 好 那第二种呢 是这个 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你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fs 等于3-s 这是fs 等于这个 s-1 所以4 乘以s平方-3 那我们创造出来 可以乱创造 但是 根据这个 我们可以反推回去 它到底是在干嘛 我们把这个反推回去 因为我们 现在变成不是创造出来 而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迭代式 我们再把它反推回去 那这个 我们根据这一个 s等于 等于 等于fs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 s等于 s-1 除以4 -1 除以4 然后s s 平方-3 ok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就是fs 那我们再把它移向你就会发现 那两个s 消掉 就是0等于 s 平方-3 那因为s 和s 消了 两边各减s 那你是不是就得到了 负十分之s 平方等于0 那就是0等于s 平方-3 那是不是就是 再移向就是s 平方等于3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吗 所以这个迭代4 最后你把它还原 你就会发现 他就是在算s 平方等于3的迭代4 ok 同样的 第3个 好 第3个 就一样 那第3个就请 刚刚的同学来还原好了 好不好 来 张忠恩切一下你的画面吧 第3个 好 王子恒 王子恒问的 不是张忠恩 张忠恩说不太懂 ok 来我们请张忠恩来 把这个迭代4还原 好不好 就是f s fs 等于 1s 加3 然后呢 改写成 s 等于 fs s 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s等于 1s 1s 也就是s等于2分之1 2分之1 s加3除以s 那你就这样子来做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还原 你想办法移向之后你会发现最后它是在算s平方等于3 请推出 请移向后 证明它就是在算s平方等于3 好ok 那这个就张忠恩来 请你签你的画面给我 来你来做一遍 OK吗 来张忠恩请回答 切你的画面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直接说 你对你正就是开个文件或在程式里面写可能对 那也可以把你的麦克风切 切 就是语音弄弄出来 那你有疑问就马上说说 看看 你在读书馆 所以不能出语音 好ok 没关系 那你就试着用笔弹吧 所以你刚刚的试子你要把它变成s等于什么 对 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对 对好 那这个你透过移向消掉或干嘛的 能不能让它变成s平方等于3呢 我先试着用笔弹 那我先试着用笔弹 好 那我先试着用笔弹 这里感觉怪怪的 为什么19行0等于1 2分之1删除以S 你如果把它乘开的话 应该是S等于1 2分之1S 然后加上2S分之3 那把那个S往左移的话 那就变成左边是1 2分之1S 右边是2S分之3 所以我看不懂你持久行这里 对可以 如果你这样直接移 你跳步了没关系 那你就这样应该是对的 谢谢 这样子的话 怎么样子看 s平方等于3这件事呢 你现在做到这里之后 感觉你得到了一个二四方程式 那这个二四方程式 其实它有两个根吧 那其中一个根应该是 就是s平方等于3 是吗 s2s 感觉怪怪的 做得出来吗 没有的话我来做一遍 如果做不出来我来做一遍吧 做不出来 那我来做一遍你把画面切掉 好OK那换我来做 刚刚这个第三条应该是 就是fs 等于1s 加3除以s 那我们把它改写成s等于fs的形式 其实就是s等于2分之1s加3除以s OK好 那这里我们如果把它右边给拆开 那就是说s等于2分之1s加3除以2s OK因为2分之1乘进去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s 把2分之1s移过来相减 那就变成2分之1s就等于3除以2s 对吧 那2分之1s等于3除以2s 你把2 2移向过去就得到了s平方等于3 对吧 OK所以如果我这样移的话 你就知道说 它真的也是在做s平方等于3的 的迭代式 OK这样有听懂吗 各位参考一下 我把 这个 推回去好了 我把它推回去 你们稍微看一下 这一段可能就是改成迭代式的这一段 我们又用用这个markdown的符号刮起来好了 因为这段写的比较乱 所以它里面排版可能会有一定问题 就直接用刮的刮起来 好OK 那我把它推回去 好ok 推回去了 那所以你再看一下这里 不是点拍啊 上一页 这里 这是我们刚刚做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推论 最后他其实全部都可以化回 s平方等于3的格式 好 那这样看看是不是懂 张忠恩懂了吗 OK了好 那其他同学有问题也是一样 就请你直接打上来或者是那个 那个 用语音直接问 有些人在图书馆没办法 就 就有胆子 好 那ok 所以现在呢 迭代基本上就是我们 最后一定是把它化成 这个s等于fs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s1等于fs0 s2等于fs1 这样的方式一直 做 那只要这个方式收链呢 你就会找到一个键 这就是所谓的迭代法 那这个在 在 电脑领域 迭代法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实所有的方法几乎都可以被视为迭代法 只要你最后是一代一代算出来 那我们 这学期一开始不是讲了爬山演算法吗 爬山演算法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迭代法 为什么 因为 一个s 然后后来变成他的邻居 那你把它变邻居的那个函数 不就是一个迭代式吗 所以以爬山演算法 我们看 所有电脑方法大部分都是迭代法 然后比如说 爬山演算法 爬山演算法在干嘛 首先呢 一个 有一个 点 然后呢 我 找出他的邻居 就是 ns 然后呢 这个邻居如果比较好 我就接受 比较不好 我就拒绝 所以他 就是反复在s到ns的这个地方迭代 那一直迭代到 就 s1 s1等于ns0 如果 如果 s0 不对 应该是s0等于 s1等于ns0 那如果 s1比s0好 那就 就跑到s1 那没有的话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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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0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 e- ns0 veteran s0 然后 ln s1等 ln return ns0 ls的话 ls就return s0 就这样子 那 所以 爬山演算法的f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所以就反复做这个动作 然后就s2 就等于f s1 所以爬山演算法是一种迭代法 没错 那甚至像遗山演算法什么之类 统统都是属于迭代法 如果你把它抽下来看 它统统都是属于迭代法 所以迭代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力的电脑 电脑 的计算方法 所以 求s等于fs的解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迭代之所以有效就是我们希望它收链 所以什么时候会收链呢 这个就比较复杂 不好讲 有时候就是不收链 有时候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在数学家里面研究的 有很多 关于 迭代的 数学理论 但是他们常常不叫迭代 因为迭代是电脑名词 那 他们会叫什么 他们会叫不动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不动点 的 东西 这边 有所谓的 不动点定理 巴拿赫不动点定理 然后 这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不动点定理 不动点定理 不动点定理是一个结果表示在函数 F的某种特定情况之下 至少有不动 一个不动点存在 也就是说符合 Fs等于s这个形式 就称为它的不动点 数学中有很多定理能保证函数在一定条线下有一个或 或多个不动点 或多个不动点 例如说 巴拿赫不动点定理 就 说 只要满满满 满满满 巴拿赫不动点定理的压缩映射定理 压缩映射条件 那它的迭代函数就一定会产生一个 不动点 布劳尔不动点定理是任何必求 在欧基里的空间里面 连续函数 势必有一个不动点 这是布劳尔定理 怠速托普里面有一个 莱夫谢之不动点定理 一样它也是 在计算不动点 分形压缩也不动点 那甚至LAMDA演算 它的YCombinator 这个 递规定义 也是在找不动点 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 最后你会发现它跟 所谓的迭代不动点有关 那这里 通常都有相关的 不动点的 定理性质 那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 另外会 更详细的 显示出 跟不动点有关的那些定理 这边全部都是跟不动点有关的 相关定理 所以 不动点 在数学领域 很重要 在 电脑领域 其实也很重要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不动点 OK 那所以 我们现在 再来示范一个 就是 巴拿赫不动点定理 它叫做压缩映射 它是在巴拿赫空间上面的一个东西 只要它能够满足压缩映射的特质 也就是说 DTS TY 这个T就是那个函数 小于等于Q乘以 D SY 这个Q呢 是小于1的 那也就是说 它最后距离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的话 那这样子 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 不动点存在 好 那你看这些数学 你一定会很头大 很头大 那 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如果我们有一张小地图 我把它叠在大地图上面 而且小地图不能超出大地图 完全要在 大地图的里面 那 根据巴拿赫 的 这个性质 它满足巴拿赫的这个 压缩映射性质 因为小地图 大地图映射到小地图 这是一个压缩映射 那满足这个性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程式来找不动点 所以现在 各位 听我讲到现在你会觉得 老师讲的数学 好无聊好复杂 但是 接下来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几个东西 我们为了要做这个不动点 我们先 先给各位看 这个旋转矩阵 什么叫旋转矩阵呢 就是 对于任何一个 点 我们都把它乘上一个这样的矩阵 这个矩阵就成为旋转矩阵 那 它代表着说我把这个点 沿着那个 就是 围绕着原点 然后 逆时针旋转 赫度 逆时针旋转赫度 所以我们可以 透过程式的方式 实做一下 这一个 旋转矩阵 那当然 不只有旋转矩阵呢 其实在 计算机图学里面 几乎都有 平移 缩放和旋转 这三个 运算 这三个运算都可以用 矩阵乘法 来 代表 所以我们现在就写一个程式 来做平移 缩放 旋转 这边就是我们的Map Fixed Point 这一个程式 我们最后把它套回 这个 不动点的 演算法里面 我们最后就会得到一个 不动点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范例是在 寻找缩小地图的不动点 我先写一个旋转函数 它可以把S 这一个点 以那个圆点00为核心 为圆心 然后逆时针旋转A度 逆时针旋转A度 这个A是指以 进度的 而且是 以那个 一周 圆的一周是π 不是360度是π的那个 那个进度 来 衡量 那逆时针旋转A度 这个是Rotate的功能 它会把一个坐标 S坐标它是二维的 它有S0和SE 然后逆时针旋转A度 接下来呢 我们 做一个move 就是平移 平移 平移缩放旋转 如果你做过那种 2D的 2D的那种 动画或 3D的那种 动画建构 就发现平移缩放旋转 这三个 是最基本的运算 那 我所谓的平移就是 把S移到 D这个位置 把 0移到D的位置 那就把S移到S加D的位置 所以我们 moveSD就是把 D和S加起来 传回 接下来 Scale 就是把 S放大 那这个放大 是以原点为核心 来放大 所以如果你 11 然后 S是2的话 它就会跑到22 那 11 S是3的话 那就跑到 33 这个S就是 放大的 放大的尺度 那有了平移缩放旋转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做一个映射 我现在把 做一个映射 这个映射方法是这样 我把一个 地图 缩小 缩小几倍呢 缩小成20% 就乘以0.2 乘以0.2 之后把它的中心点 移到 0.5 0.5的地方 假设这个地图 本来是大小为 长宽各为1 那我们把它 缩小变成 20% 也就是0.2倍之后 再移到中心点为0.5 0.5的地方 然后再旋转四分之拍 这是我们的映射 也就是说你 你弄了一张缩小版的地图 然后 原本你的地图 原本你的地图是在 00 到11之间 但是呢 你把它缩小了之后呢 把缩小版地图叠在 叠在中心点为0.5 0.5的地方 然后这个缩小版地图是原本的 0.2倍也就是五分之一 然后你在旋转的一个角度旋转四分之拍 然后把它叠上去之后 然后我们想知道说 这两张地图 是不是有一个点 它的坐标是一样的 那个就称为不动点 有一个点 它 在那个点上面 两张地图的坐标是一样 那所以 我们就使用 把这个函数定义出来之后 我就去呼叫 先一开始我先随便设定一个起始点 我就设定0.1 0.1 然后呢 我呼叫不动点的程式 然后把刚刚的Map函数传进去 然后起始点就是P0 然后我计算长度的方法 我使用NumPi里面的 线性怠数函式库的Norm 这个Norm就是欧基里的距离 那我们就看这个不动点的这个fix point函数 他在干嘛 他说 做一个无穷回圈 就fs等于fs 那如果 dists-fs 也就是说 s跟fs 已经几乎一样 就s等于fs了 s几乎等于fs 也是 s跟fs 已经小 之间的距离已经小到比0.0001还要更小 那就是他两个几乎一样 那我们就 就停止 只要他没有一样之前我们就一直 不断的在做迭代 不断跌弹 那这样的结果 最后 他就 只要是收链完 就符合这个条件 他就是代表他收链 那我们就把s传回 那这样我们来执行一次 看看他的结果 这个是刚刚的 那我们 执行python3 Math Map Face Point 点pi 那你就会看到说 他最后 很快就收链了 很快就收链了 那最后他收链的点是 s Y4是 -0.13207 Y是 0.80182 也就是说你小地图叠在大地图上面最后 它的不动点是这个 所以我刚说 地图在0到1之间是不对的 地图应该不止那么大 这个地图因为小的跌在大的上面 我们这样跌的话 它的 不动点应该会是 这地图要再大张一点 它的不动点应该会是 会是在 有负的地方 那说 为什么刚刚说0到1 因为 我没有看到实体 我不知道这样跌 它会不会超出 那显然我们刚刚如果那样跌的话 它可能会超出去 会超出去 所以 它最后得到的不动点是这个 -0.132 那 所以它的地图还要再大张一点 跌了才不会超出去 所以你可以 试一下 这一个 Python 去执行这个 MapFacePoint 这个 程式在示范 当你把小地图叠在 大地图上 小地图就是把原本的地图 通过平移旋转缩放的方式 得到的一张新图 然后 去 去叠上去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最后的不动点 OK 那这是我们的 执行结果 那请 大家试试看 然后可以的话就回复 然后可以的话就回复 执行完的话就请你回复 MapPoint 所以 MapFacePoint点拍可以执行 OK 那请大家试试看 那现在10点10分 那我给大家去执行 然后我们 休息一下 休息到10点25 我们再继续上课 那中间呢我这个视讯会议就不关掉 我们就 就一直继续 但是我荧幕录影先 保存 嗯